我們第一天 你們剛開始認識系統的時候呢 我就跟你講說 我們可以嘗試用報價單 讓你去了解 報價單來了解 那因為你在了解報價單的過程中呢 你發現 聽這邊喔 這很重要喔 你發現說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資料 必須要有的 一個是客戶的基本資料 上禮拜呢 我們在做這個客戶基本資料的建入 第二個呢 我們要有的是什麼 記得嗎 品號對不對 品號的建立 這也是基本資料 上禮拜告訴你了 花了很多時間做這個 我們報價單其實操作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那如果你沒有客戶的基本資料 又沒有品號資料 你必須要新建 上禮拜告訴你怎麼建了 而且你們做了練習 有兩個練習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報價單 你做好之後 有兩種狀況 一種狀況呢 你可能要E-mail給客戶 給客戶對不對 E-mail給客戶 這是第一種狀況 那第二種狀況呢 你還把它當作所謂的憑證 憑證就是說 我報價單是一個書面的資料 憑證 那也可能是給客戶 也可能是什麼 保存 也可能是保存 那還有一個呢 憑證下來之後呢 你必須要怎樣 你也可以列印 你也可以列印 那雖然說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 我還沒開始講喔 那個動作都是一樣的 很簡單 只有有一些 有一些作業單是不一樣 做法不同 那基本上呢 你不管任何一個單據 作業做好以後呢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把它用E-mail傳出去 或者要用做憑證 或者要列印 那今天呢 我們會先給你們做 做這個憑證的講解 列印資料的講解 而且這裡面也很多考題 我上禮拜講過了 客戶資料跟品號資料 品號建立也是很多考題 我今天會一次就給你考60題 我會丟給你們每一個人 然後每一個人隔壁的 都不是一樣的題目 順序是不同的 我丟給你們之後 然後呢 可以做練習考 是考之前的 今天呢 我會下禮拜會給你考 如果你每一次都用這種方式練習 你考照你不用擔心 一定會過的 好 那我接下來先開始跟你們講解說 憑證怎麼做 還有業績怎麼做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開始要進入網頁 我把所有資料 我把那個螢幕轉過來囉 螢幕轉過來 還有誰還沒上去的 我在講解 還有同學還在那邊看 看這個別的網頁 好 現在可以過去 看到沒有 我的東西看到沒有 還沒 怎麼有一些還沒有 你那個是幾號 才開機是不是 好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你們可以看你們的課本 課本呢 在哪裡 在你們的基礎篇 基礎這一本 基礎這一本 基礎這一本呢 來 我告訴你們在哪裡 列印的部分 會在五支 等一下 我幫你們翻一下 好 五支二十五 看到沒有 五支二十五 好 五支二十五呢 我們來看一下 憑證的操作 憑證的操作 我們假設 以課本上來講 它是用客户的訂單憑證 客户的訂單憑證 我們就在訂單系統裡面 客户的訂單憑證 在客户的異動這裡 異動單據裡面 有一個叫做 客户訂單憑證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如果照課本的方式 來給你們講解 其實憑證很簡單 你這裡面只有一個 黃顏色只有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上一次有講過 只要是 有黃顏色的 底的一定要輸入 那因為我們是訂單變更的 的憑證 所以這裡一定要選單別 哪一些單別 訂單有這麼多 國內訂單 國外訂單 國內的訂單B 然後配銷訂單 內 內銷的 配銷訂單外銷的 好 我們通常在開始 我們的作業系統都會在 配銷訂單內這裡 我只要在這裡找一個出來 這裡面 接下來 接下來你要給條件 你要給什麼條件 第一個 你可以用訂單的單號 譬如說你記得 上禮拜我們不是有一個 假設 201209001 那到多少呢 201209003 假設 那我就是 這個是叫做 訂單單號的 從頭到尾看幾個 這是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呢 或者變更版次 變更版次的話呢 記得嗎 還沒變更是000吧 有沒有 記得嗎 然後變更一次的話 就是001嘛 這是 假設這樣變更 他就把所有的變更 都找出來 或者日期 你可以把 譬如說去年度 去年度到現在的日期 那或者 單據的日期 這個是變更的日期 這是單據的日期 好 當然 我們 不可能每一個都選哦 當然 你每一個都選的話 搞不好 他找不到你的資料 我們如果很確定的話 我們就確定的就夠了 不需要那麼多的一個資料 假設 假設我把這個通通去掉 你只要選一個 選什麼呢 選我的日期就好了 選擇單據的日期 我從去年的這個時候 到今年的今天 假設啦 好 那另外也可以用區間選擇哦 可以用區間選擇 跟非區間選擇 這裡面有兩種選擇 這裡沒有對不對 這裡有兩種選擇 這個 如果沒有勾區間的話呢 我們稱它為離散 稱它為離散選擇 等一下我們可以找到資料 跟你講在哪裡 那如果說 這裡是一種方式叫做 非區間的時候是離散選擇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這裡面 你可以在這裡面 用勾的 勾一個 勾兩個 勾三個 同時勾也可以 或者這邊有一個記號 如果考試出來說這個記號是什麼意思 全選 全選的意思 這個記號呢就是通通不選的意思 那你可以這樣勾 勾 這種方式來做 好那如果說我剛剛用勾的 假設我用勾這一家 這一家 跟 同一好了 三家 三家 從 它的單據從去年10月9號到今年10月9號 這些都是我要的 好 接下來呢 第二個 進階選項很重要 這也是考題哦 如果你在列印 憑證的時候呢 選擇憑證的時候 它的狀態是有幾個 譬如說有四個 這是不是確認了 還是說還沒確認的我要列印 或者作廢的那個單據才是我要列印的 或者全部 假設我選全部 那還有一個 這裡要跟同學講說為什麼會有 選擇列印狀態又有未列印 以列印跟全部 那為什麼有哪個同學可以告訴我 列印為什麼要選擇說以列印、未列印跟全部 有誰可以 想想看 林毅 有沒有想 有沒有想法 為什麼 修改之後要再以列印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簡易如 跟上禮拜沒來沒關係 你先想想看 好來 你會用到這個嗎 你們在統一會用到這個嗎 但是有有這種概念對不對 好 譬如說 我要列印的時候 未列印跟以列印跟全部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 我的單據呢 只允許列印一次 只允許列印一次 我設定只允許列印一次 因為單據多列印的話 會有其他的廠家知道 或者說 內部的人應該把它拿出去 報價單 對不對 我不要讓別人知道 所以我設定只能列印一次 所以呢 如果你是寫未列印 他可以給你印 如果你是選擇 全部的時候呢 只有未列印的你才能夠列印 列印過他不讓你印了 只有印一次機會 這樣知道嗎 是這種功能在 好 那如果說我也是選擇全部 好 接下來呢 單價金額 這些要不要印 這個都可以選 好 再來系統選項 系統選項 是告訴你說 我要不要在 憑證上面 憑證上面 要不要有一些註記 要不要有一些其他的 簽合的資料在 好 那我們先不選之前 我給你看一下 假設剛剛那個 我選好了這些資料呢 我用預覽 看有沒有 啊 告訴我說沒有資料 意思就是說 這一段期間沒有這些資料 是不是 好 因為你選擇他沒有嘛 他不存在嘛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 我來選擇看看 我們課本上有沒有哪一些 已經做好的 如果沒有我們自己再抓一個好了 好 如果沒有我們來抓一下 因為訂單我們還沒交到嘛 那我把它取消 我來找一個報價單好了 報價單的憑證 好 報價單單別一定是這個 配銷內選擇他以後 然後呢 我如果日期 我從去年的這個時候 到今年的這個時候 好 我看看預覽哦 有沒有 有兩個了對不對 報價單有了吧 因為我們有做過了嘛 好 那個訂單還沒有開始 報價單 這就是我們的 憑證的格式哦 好 我把它看清楚了 大概這個樣子 好 我接下來呢 如果剛剛講的 我的設定是 這已經設定 你確認的才可以 還有 而且未列印的才可以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憑證 一個是列印一個是預覽 剛剛預覽完以後呢 我如果馬上要列印 我就可以列印了 他就告訴我 已經開始列印了 好 列印的時候 接下來呢 我是不是可以改變我的 這個樣式 我可以改變樣式 我可以改變樣式的哦 我跟你講怎麼做 剛剛那個樣式哦 公司規定 如果你沒有去設定 你就是照原來的 如果設定你可以改變他 譬如說 公司名稱這一塊 好 這一塊 好 剛剛這一塊呢 是這個樣子 誒 抱歉哦 剛為什麼跑掉了 好 我已經按列印了 好 再來 再去做一個 全部 全部 好 一欄 這個東西 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成功 這個是這樣子對不對 好 我如果改變他 我怎麼改變他 我在設計 憑證這裡 這一欄 公司這一欄 我只要按他 這裡面就有很多 可以改的地方 包括他的位置 字型等等 假設我字型 我改 我可以改哦 我再按住 按住他的話 可以改一些字型 譬如說 我把它改成為 粗黑鞋體 剛剛是正的對不對 好 改成粗黑鞋體 然後呢 我顏色也可以改啊 好 譬如說 字型的顏色 我改成為 顏色在哪 顏色改成紅色 好 確定以後 好 確定之後呢 如果我改這個 我確定之後呢 你看哦 有一點跑掉了 有一點跑掉了 好像有點當機了 沒關係 等一下 好 那暫停一下 好 那暫停一下 當機了 我把 我把它去掉 我關掉好了 好 好 現在我再來一次 我把剛剛設計 凭證的地方 把這個地方改成為 把它改成 譬如說 紅色的 這是底色 對不對 這是底色 然後呢 假設計 假設自行 假設自行 如果我把它改 底色改掉 诶,还是没有改好 有点状况 好,报价单我把它改成一个字型 假设 我把它改成败大三贴S 然后呢 储存 储存之后呢 预览 等一下,你说要下一个嘛,对不对 好,刚刚已经出来 所以我现在把 这个 再一次 应该改了 它可以再用 设计评证 那我找另外一个单区 好了 没有 只有报价单 对不对 好,那只好报价单 再说一次看看 好,刚刚你看 他就找不到是因为我这边没有那个 没有设计 全部 不是作废 还是没改到 好,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不要 等一下再试的时候可以试 设计凭证的地方呢 我可以修正 应该可以修正它的样式 还有位置都可以修正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修好 没有过去 等一下我们再查原因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设计 设计列表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跟我们一般的列印是一样的 然后纸张格式也是 直接可以选择的 好,其他有一个叫自定 自定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这一些资料 进阶资料跟这些资料都设定好以后呢 我就可以儲存 变成一个自定的 一个格式 我可以自定代号 自定名称 那要不要给共用 这可以 如果有的话 他出来会在这边显示 下一次你只要选他就可以了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样,这自定001 名称是 随便一个名称 然后共用的 我儲存 这样可以 所以以后 我就可以 新增 儲存 因为我没有给他资料 新增一个 代号001 10111 好,我就给他这个之后呢 好,确定 确定以后呢 这里不会出现一个吗 对不对 好,如果下一次我要用 我就按他 就可以整个格式就有了 好,这个部分呢 到现在为止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的课本 他除了刚刚讲考题 考题里面呢 就是这个 叫做区间 或者不是区间 不是区间 叫做离散 这个可以选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考题在哪呢 第二个考题在系统选项的 这两个 一个叫注记 一个叫千和 注记跟千和 会在凭证里面的这里 注记跟千和 有没有看到 好,或者说 刚刚 刚刚我们不是有一个预览吗 好,这里就是注记 这里就是千和 再看一下 这是注记 这是千和 好,这两个从哪里来 在5-27月 你们看看 他里面有特别讲 他必须要在 基本资料管理系统的 建立作业跟注记 千和资料建立 这里面设定的 有没有看到课本 如果没有的话呢 好,课本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那个点 找到那个地方 课本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 是不是 5-27 5-27里面 这里 很重要 在这里 也就是说 刚刚讲这个注记 这些东西 都必须要在哪里 在基本资料建立里面的 这个地方来设定的 设定之后呢 设定之后 你这里就可以用选的 这里就可以用选的 要不然你就没办法用选的 好 到这里呢 第一个 跟同学讲过就是 凭证的地方 是这样子 我们 expected to have wäre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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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